所以其他的受害者他們會否退出呢? 我不敢代答 但我們其實站出來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要面對的壓力是什麼 很多人都有跟我們分享過 我們是明白的 當然我們不希望見到有暴力的事件發生 甚至乎在我們身上 我們相信這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所以之後的事我們容後再談 但我們堅持到底 我們先說新屋靈的那個 林先生你會補充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新屋靈的問題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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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新屋靈的問題 但不是太好意思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說新屋靈的情況 因為雖然他驅逐了我之後 我要五個半小時才送我去醫院 但有兩個小時是坐在巴士上 即是由銅鑼灣去新屋靈的過程 所以我實際逗留新屋靈是大概三個半小時 而我 而我 我那個囚室 另外七位 小朋友 全部都是受傷 即是我們八個人都是受傷 我大概就是知道這個 已經多了 不好意思 受傷程度是多大一點 他們開頭就見了 有兩個小朋友是給我帥仔的 即是上車已經治癒 但是呢 結果是去到醫院 我是最帥仔的 謝謝 謝謝 還有少少補充 關於剛才第一條問題 即是如果我們面對壓力 因為其實我爸爸的例子 就是他身上 其實他自己都有 兩條非法集結的好罪 那你問我們 這樣站出來 怕不怕警察 會嫁認 即是家控我們 其實很老實講 有這樣的風險 我們都不太清楚 甚至乎現在有些傳言 會說我爸爸會自焚的 那我覺得很搞笑 但是anyway 我只是想說 我們今天走出來 就是為了想爭取法律的正義 亦都是希望 憑著我們出來 可以幫一些出不來的人 去爭取他們應該有的對待 還有警方是應該有一個阻嚇性 所以其實我們 我只能說 現在來說 我們是不能回頭 即是我們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害怕 我先想問清楚 你們幾個小學人 那個案子 那個進度 我知道 Samsyn是